中美大战 连俄国也卷入 所以原来的发达国家都互相毁灭掉 最后剩下印度渔翁得利 然后主导事件 这可能性有没有呢 我认为是有的 但是很小 为什么 我讲三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 印度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国家 所以现在印度的官方语言有22种 据导游说 印度的方言有上千种 所以印度各个地区没有国家认同 所以以前英国能够统治印度 因为搞的是分而自治 比如说拿南方的印度人去做监管北方的印度人 北方又监管南方的 所以他们互相瞧不起 所以印度要实行真正的统一 单单是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 语言统一就非常困难 还别说以前留下来的总性制度 第二问题呢 这印度的经济学家自己跟我说的 他讲印度是最坏的两种制度的结合 这两种什么制度 一种就是英国的民主 讲程序话非常失败 第二呢 还学了苏联的计划经济 因为印度很长时间就是有殖民主义经验 害怕西方跨公司控制它 所以他也印度有很多国有企业 但是印度的国有企业因为缺乏竞争者 所以远比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效率 第三条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原来我一直不明白中英边界战争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宣传 讲印度要打中英边界战争 是因为印度要继承英国的殖民主义传统 所以把英国殖民主义的范围要扩展到中国边界 而印度讲中国要打中英边界战争呢 就是西方宣传那套 说中国困难时期要转家为基 所以打中英边界战争 我到了印度去发 看了以后呢 发现都有部分道理 但是是假的 印度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呢 印度是大和流域之国 所以恒河是他的这个母亲神 所以你就知道印度的整个经济的命脉取决于什么地方 取决于喜马拉雅山的水源 所以呢 他们看到中国统一 中国能够把基础设施修到西藏 中国控制喜马拉雅山的水源 就可以控制印度的经济命脉 所以他们在这点上对中国非常恐惧 美国人以为可以鼓动印度发展什么核武器 什么这个航空母舰来制衡中国 我认为不需要 如果我要跟你进行打敌对战争 我根本不需要跟你打仗 我控制你的水源 我就叫你不站而降 所以如果我能够科学管理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水源 我不但可以解决中国的内地的缺水问题 我还可以解决印度南亚周期性的洪水问题 中国只需要在中国内地 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法改变中国的生态布局 改变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你可以保证不但是一带一路国家 愿意和中国合作 而且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都愿意和中国合作 在现代科学技术情况底下 有独立自主的科学体系还有国防力量的中国 可以实现和俄国印度这些传统的竞争对手 包括土耳其伊朗合作 共赢 然后排除海洋国家来干扰大陆国家 发展机会的过去300年的格局 到了60年才占领制高点 我认为中国如果政府有远见20年左右